带您关心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前进校园开奖 晚间到台中逢甲大学 对于民进党准备发起呛马大游行 蔡英文表示肯定 另外青大学生在立法院变相直循的争议 她认为应该多尊重 多包容 寒风戏雨中 蔡英文受邀到逢甲大学 与青年学子知性座谈 针对这几天大学生出席立法院委员会 标冒教育部长事件 蔡英文没有评论责备 反倒希望外界换个角度 给年轻人多点宽容 对于学生能够参与公共事 我们应该要鼓励 那如果说他们在有一些事情的处理上 我们觉得有意见的话 我觉得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包容的态度 至于民进党中常会定调将举办大游行 向马政府呛吓 蔡英文也认为该是时候了 那社会普遍对现在的执政的政府不满意 那有很多人也想表达他们的不满 所以党中央如果做这样的决定 我也觉得是 是在反映民间的意见 那您个人也会参加这个游行吗 我是党员 我当然会参加党员的活动 蔡英文北中南大学演讲庙宇如珠 邀约已经排到明年五六月 拉近于青年的距离 又能随时掌握政治脉动 明星文张社蔡瑞言 台庄报告